昨天上午 刚刚来华访问的哥伦比亚总统佩托罗 来到了天安邦广场 他首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随后佩托罗一行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纪念堂北大厅毛主席汉拔玉坐向前 佩托罗一行献花助力 敬礼缅怀 并在毛主席的坐向前合影留念 随后佩托罗一行摘养了毛主席的怡荣 摘养结束的时候 佩托罗总统在毛主席纪念堂的留言簿上 写下了这样一番话 我15岁时读到了毛泽东 他的五篇哲学论文和他的矛盾研究 生命和历史流动 您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剥下了幻想 并为您的人民在地球上变得伟大 开辟了道理 伟大的指挥官 历史仍在继续 冲突可能使我们陷入人类灭绝的境地 今天它要么是资本 要么是生命 我们正在为生命进行伟大的进军 一番话 字里行间对于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愈然至上 这是学生写给导师的肺腑之言 我相信 每一个热爱毛主席的人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看到哥伦比亚总统的这方留言之后 都会为之而感动 但是 佩托罗总统的言行 没有感动到新华兽 关于佩托罗总统昨天的活动 昨天上午的活动 新华社发了一条一句话的新闻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哥伦比亚总统佩托罗 10月25日上午前往天文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拳 毛主席记念堂 网统佩托罗 环球网 中国军网 北京日报 等等等等官媒 一概如此报道 佩托罗 佩托罗 瞻仰毛主席 纪念堂的事情 一个字都不表 不止一次了 大家还记得今年年初 一月初 菲律宾总统马 小马克思 来华访问期间 马克思的夫人 首先 在中国第一夫人的陪同下 参观了 国家博物馆 看了相关的展览 之后 在中国的第一夫人 偏让而去的情况下 小马克思的夫人 独自来到毛主席的纪念堂 占仰毛主席的遗容 今年 是毛主席他老人家 诞辰一百三十年 这样 重要纪念的年份 我们 就这么干 有朋自远方来 要祭典你们家祖宗 你们家的主人不赔 你们家的媒体不报 这成何体统 感念先祖 慎中追远 饮水 思源 感恩 惜福 素来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的传统 习近平不是号召 全面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吗 那么 包括尊重敬祖的 追远传统 包括不包括 孝亲 敬掌的人伦传统呢 这些不孝子孙 你们要遭报应 说两句佩特罗 佩特罗为什么这么崇拜毛主席 佩特罗六十三岁 出身清贫 教师之家 从小就在工人社区里长大 他是位知识分子了 是学经济学的 硕士研究生 他是天主教徒 是南美洲著名的政治人物 但早年他也曾经是游击队员 他是美国嘴里面 美国人眼里的标准的恐怖分子 佩特罗从小就喜欢读书 他的家乡 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 马尔克斯的故里 马尔克斯 对这个佩特罗的影响 体现在佩特罗 参加左翼游击队之后的化名 百年孤独里面的有一个起义者 一个上校叫什么 叫奥雷利亚诺 佩特罗参加左翼游击队的时候的化名 就叫奥雷利亚诺 那么从年轻时候开始 佩特罗就是 哥伦比亚的一名陆林好汉 就开始劫富济贫 1977年17岁 就加入了这个M19 4月19日游击队 4月19日运动游击队 那么1985年的时候 佩特罗曾经被捕 在地道里打游击 最后子弹打光了 敌人上来了 军警上来了 把他包围了 他都准备引爆 手雷弹和军警通归于尽了 但是为果 被捉 这是打过仗的人 这是有着红色的抵抗历史的 一个游击战士 他怎么可能 不崇拜毛主席呢 这两天 巴以冲突 佩特罗站起来 站出来 代表哥伦比亚发声 硬钢以色列 甚至威胁要跟以色列断交 一样的立场鲜明 这是 佩特罗 这是昨天佩特罗 站仰毛主席 纪念堂的新闻 和我们的一点感慨 哥伦比亚总统好像都爱毛主席 南美洲的很多政治领袖人物 都是毛主席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几十年一直如此 昨天 去年 阿根廷总统费尔兰德斯 被演 到毛主席纪念堂去 瞻仰毛主席一容了 等等 包括卡斯罗兄弟 查韦斯 你包括多了去了 是不是 哥伦比亚 佩特罗也不是第一个去 毛主席纪念堂 拜业毛主席的哥伦比亚总统 他的前任的前任 2005年 4月7号下午 时任 哥伦比亚的总统 乌里维 来华访问期间 参观了 参业了毛主席纪念堂 这个乌里维 在纪念堂说 说我年轻时读了大量毛泽东的著作 我感到毛泽东矛盾论中 关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 非常重要 他表示说 毛泽东思想 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之一 他称赞毛泽东 为在中国发展 马斯主义 做出了巨大贡献 乌里维 这是19年前 18年前 看来 崇拜毛主席 来华拜业 毛主席纪念堂 这都成了哥伦比亚的传统 那么 作为中国人的我们 我们的传统呢 我们感念先祖的传统呢 我们的圣中 追悦 饮水 思缘 感恩惜福的传统呢 我们的尊重敬祖 孝亲敬掌的 传统呢 谢谢大家